27号的上午凤林政公所在凤林国小大礼堂 举行了112年度林里长扩大联系会议 由政长林建平来亲自主持 这名代表会主席龙春文也受邀参与 听取了各林里长的建言以及需求 也协助解决让凤林镇相亲的生活环境空间 都能获得更好的基础建设 凤林政公所里林长会议 由凤林政长林建平主持 希望透过意见的交换 能够让凤林政民能够了解 凤林政目前的发展以及建设 在会议中也宣告了 目前凤林政的四大建设方向 中华市场的耐震补强工程 中华路人行步道的改善 凤林西提案的景观设施改善 以及第一公务的纳谷塔增建 这些都是凤林政目前正在进行的基础建设 凤林市场在做一个耐震的一个补强 接了过来 我们市场前面的中华路 我们今年公所提报为 花东基金的地方的建设 已经核定的金额是3700万 因为我们的中华路两旁边小月来的 我们是现在凤林政民 很大早上跟傍晚一个休闲的步道 但是在两旁边的人行道 因为我们的树坑的隆起 所以说很多的人行步道 它已经会防害到我们机型行走的安全 我们凤林西应该目前用地已经这次完成了 有三级的工程 第一级从台九线到我们复兴路的明天桥 那一级工程长度1.7公里 来回3.4公里 所有的因为我们现存有家当处 有火焰木 它要把现有的所有步行的景观设施 我们的休息场所 我们所有的一个 一个以后 朝更新颖的 河川的景观的工程 代表会主席也指出 身在公务门能够极力的争取建设以及服务 这些都是照顾凤林郑乡亲该有的态度 将这些服务做好 才能够为镇公所创造更好的美名 这个改变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今天当政长也有 当理长也有 你也不要改变 七年怎么做 今年就怎么做 最简单 也不用花脑筋 就这样 年轻以前的 但是这样会进步吗 不会进步 改变不一定会成功 但是不改变永远不会成功 改变需要很多的勇气 需要很多的智慧 要有毅力 更要接受 有很多人的这个 无理的谩骂也好 苛责也好 但是 我想今天我们当理长的 当政长的 我们当代表的 都要承受 因为要改变才会进步 然后我想开始 我们所有的理长 所有的理长 我们来做政长 做公所的后盾 好不好 好 凤林镇公所各科室主管 也依报告目前的工作汇报 政长并指出 凤林镇正在改变 只要乡亲 有任何的需要或协助 政公所都会给予适当的协助 里长所提出的问题 政公所也将尽数的解决 记者凌结 凤林镇采采访报道